第一个就是要一定要是多边形 那输入五边就可以5Enter 直接就这个地方的话5Enter 就直接可以去产生这个5Enter 然后记得再1Enter 这个指令的话要慢慢习惯 那第一个端点在这里 第二个端点就是30Enter 那再来记得要把它分解掉 如果忘了分解的话 分解记得选它和分解就可以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分解 其实游标移过去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就分解之后的 那圆角记得也要习惯就是说 点它之后 一般它圆角部分要会给我们 就是半径是多少 所以REnter然后10Enter 最后记得Enter 如果说你要重复产生同样的 这个圆角的话 那你就直接这样子 有没有 那就直接点两边 它就自动会产生一个 这个圆角出来 这两边 那再完成之后的话 那因为底下指令还没完还没结束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REnter 5Enter就可以 那同样的方式呢 你就直接再点 123 然后直接 这样的方式就可以 产生这个半径为5的这个圆角 那接下来就直接在里面再做一个圆 切切切就可以 切切切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用所谓的切切半 所以绘图里面的话呢 切切半径就可以 切切半径给10Enter 那再补一个 当然你可以再做 只是说做比较快的方式 是用这个阵列 这个环形阵列 那中心点给它 直接选这个5遍就好了 那这做一个标注就可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你们再试试看 那等一下的话呢 那我们再来看